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在伦敦平民区有一间房子 伦敦不是敦伦 我们这个所以说为什么说是第一次新发布会呢 因为还有一个星期我们才出发 到下周的这一天就是我们出发的前夜 我们再来一次新发布会 这事太难得了 得发布好几回 而且粉丝不是很多 所以是自己给自己送行 等下个星期二你就可以看到我们说欢送 我们就要走了 然后明天我们就到了 反正不管怎么说 咱们第一次最近很多媒体已经开始聊奥运了 我们一直就隐忍不发 因为房子还没落 不要用此话 这个来也就是这么说了 因为我们一直在这个找话题 是吧 没有有力的话题 我们不会轻易聊这个奥运 所以你看现在伦敦奥运出来一个话题 这个话题啊 哎呀很有意思 首先我得说呀 人家这个美军的这个衣服 哎 我觉得美军为国捐躯啊 我一直就认为很大成分在于他的军服 实在是太帅了 什么话 你看过一个 你看过一个 有像你这种人看衣装的人吗 哎 你别说文道 你看过一个电影没有 很多人推荐我看 美国人就是搞爱国主义 就搞这个东西 他就是说在伊拉克战争当中 牺牲了这么一个士兵 他这部电影就写这个尸体 从伊拉克是怎么到美国 然后呢 专门有一个上校军官 哦 那个纪录片是吧 是故事片 故事片 叫忘形使者是吧 我不知道怎么翻译 就是是个故事片 他一路送这个人的灵鹫 这个时候上校军官送他回他的家乡 好像是电影 然后呢 在这个飞机上过安检的时候 就是所有的人怎么着肃然起敬 你知道吗 这个片子没别的战争场面 全是卖军服 就说这上校包括每天早上起来 因为表示郑重了 穿上了最漂亮的美军军服 然后呢 给这个死去的美军士兵 换上了那个军服 最后给他台关送葬 那些海军陆战队穿的这个军服 哎 我看了这个 我记得 就是而且到了机场 然后这个机场 他运在那个行李 那个下面那个地方 对 然后一拖出来 然后乘客机场等的一般老百姓都看到了 然后都树立起敬 都树立起敬 就誓死如生嘛 就是每一个地方 他这个死去的战友 行李下来了 他卡的敬礼 伴随着这个灵鹫就走 你知道吗 就是哎 所以我就为什么说 我就想起美国奥优会的这个制服 这是 你不知道吧 你的意思 他们这次也要有人牺牲吗 就是 哎呦 轮到的动物袭击很危险 你这么一说 我觉得 他这一起头 我就这么起的 你看看他们这个走向牺牲的 这个 这个制服 谁让他们牺牲的 Made in China 这是奥运代表队的 美国奥运代表队 开幕式就穿这个衣服 哎 要我说 这是哪个私人赞助商 叫 拉夫劳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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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要我说真棒了 人家这个美国人的衣服 真漂亮 这是Polo吗 拉夫劳伦 哎呦 你在看这个 这更崩溃了 这我天哪 你这吧 什么崩溃 你真得佩服人家美国人 谁有什么漂亮 拉夫劳伦 这美国中产阶级的那种 保守趣味 那也可以做得很好的 对 他做得很好 他做得怎么样 当然这次做得很好 有一半应该感谢中国人民 Made in China 他那个 制服都中国做了 议会这几天都炸了 操作 操作 就是说 我们美国有60万个制造业的 那个工作空缺 你们就还让中国去做 然后这个美国奥委会 出来很无奈 就出来说说这个 这个是私人赞助商 就是美国政府又不给钱 所有国家的奥委会的那些制服 都是国家给钱 就美国他民间化 其实吵什么吵嘛 四年前北京奥运会的时候 也是拉夫劳人 也是Made in China 所以我跟你讲 国家就是愤怒了 就是力量弱的表示 而且其实我觉得不止美国啊 因为包括欧洲 你比如说像欧洲的意大利足球队 他的制服 或者是国家队制服 用过好几个设计师 意大利设计师多嘛 有时候是Armani 有时候Dodge Cabana 也都被接发过那衣服 也有一些是在中国做的 其实你去奥运会场 这个一百多个国家里面 我看差不多那种一半以上 他们穿的衣服 都是我们中国 世界杯嘛 我去现场看过嘛 不管好多国旗 每个国家的国旗都在爱国嘛 爱来爱去 所有的国旗都是美丽强一弹的 对啊 天下大同啊 全都是什么东莞 深圳什么地方 他们给他们做出来的 所以炒什么炒 这次这个新华社 还为这个事情发表的评论 这次新华社的评论 我还是基本同意的 他里边还提到一个数字 这次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上 五分之一的国旗 都是浙江的一家工厂做的 说难道你们美国全烧了吗 那就是 而且我觉得这次美国 确实它是有点什么的 我就想了 你说衣服不能中国做 对吧 那你一个问题 你接下来 布呢 那也别用中国的了 棉花呢 也别用外国的 你恨不得 种棉花的土地呢 劳动的人呢 外劳呢 你这个问题 棉花倒是美国的 这个很多这种好棉花 都是美国的 我们的这 这是一个全球的物流供应链嘛 美国棉花来了中国原材料 然后我们这边有下游商支部 然后最后在缝 在车制什么的 你说的 你说的很好 跟新华社说的一样 你知道吗 是吗 对 我这个水平 人家新华社 我学习 我学习 新华社就是这么说的 说现在在全球化的情况下 都是一个什么比较贸易优势 就等于哪加连物美 人家就用哪的 但是为什么我就老说这个新华社呢 新华社说的对 就是说美国也有了这种极端爱国主义 极端民族主义的情绪 可是呢 我觉得作为一个大度的中国人啊 我倒反过来想 就有的时候啊 我们看了新华社评论 也应该反攻自问 有时候有些情绪 有些误区啊 我们自己的人也有 也会有这样的 想法 对不对 你也是太 就说 这就是说明 你咱们要是上天的 什么神九神八的衣服 是美国制造 都吵死了 但是里边有没有什么原件 是有进口的呢 那我们不知道 对不对 整个这个设备里边 你保证一个螺丝钉都没有 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这个咱们应该不会 因为那玩意儿 美国FBI 或者美国建筑 搞一螺丝是塑料的 对不对 空气爆炸 对吧 你记不记得上回我们还讲过吗 就美国现在还有个更严重的问题 比美国美军 这个奥运代表队的制服 就是美军所用的军备 对 武器 包括战斗机 直升机 坦克车 里面其实很多零件 都是中国做的 对 然后这个让他们非常恐慌 那他们不敢跟中国打 对 不是 他们现在主要问题是说 这也是前阵子美国国会在讨论的 但他们呢 担心的是什么 他们担心的不是中国切断供应 怕的是 质量不好 质量不好 赤货 假冒 哑炮 所以都是这个 他们的美军的服装也是 这是他国会的人 为了争取民心 没错 你知道他们两边都是假 我们失业率 怎么什么 说实在话 这批要是不是made in China 是made in England 就没事了 就没事了 他就抓住这个情绪 一个假想敌 因为两党今年选举年 这是小事情 这种事情 谁都不愿意失分 佩洛西啊什么 全跑出来讲几句话 总结一个道理 凡是愤怒 为爱国主义情绪愤怒 就是国事在往下走的标志 也不一定 徐老师 有的时候愤怒啊 还不是真愤怒 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愤怒 那没准是国事往上走的标志 你等着我给你解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将离景更久 有一些时刻不会过期 有一些画面值得保存 严选刹那光辉 即使永恒的奥运夺金瞬间 带你重温当年呼吸停止 心跳加速的经典一刻 奥运夺金时刻 星星一至五 凤凰卫视中安台 其实你看这个选举啊 我现在慢慢砸门出个这个味儿来 美国人也一样 怪不得有一个美国人跟我讲啊 说美国人90%都是蠢人 他说美国就是10%的精英 领着90%的蠢人 他在这美国人讲的话啊 但是我发现呢 真的 这要是咱们私下里 每个人都会同意 就是这个世界上 浑人蠢人的这个比例 高得惊人 可是你这个吗 他永远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要学会对他们说话 就是蠢人的 他就是喜欢听简单的 简单的理由 简单的话 你看台湾选举 包括最近香港闹出来 就是你把理由归结为简单的 这是他们容易喜欢听的 比方说美国现在为什么不行 都是中国抢走了我们的工作 你看他现在选举 你说奥巴马是傻子吗 奥巴马那个对手 这都是精英阶层 心里都明白 他们真当了总统 跟中国的关系 都是该怎么着怎么着 你发现没有 但是呢 你就就看出来了 这就跟这帮老百姓们聊啊 就得这么演啊 就是说一到大选 哎呦 你包括像衣服这事 奥巴马都不敢表态 你知道奥巴马那个发言人说的 那叫一个聪明啊 说奥巴马总统知不知道 我们这衣服是made in China的 说这事我没问过奥巴马总统 但是奥巴马总统一直说 美国制造的产品质量是很高的 你就看都会聊这个 但是问题是美国 现在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我就跟80年代 因为类似的这种 针对一个国家的产品的这种仇恨不满 以前美国出现过 那就上世纪80年代 针对什么呢 日本货 日本汽车 我们电视看 都看过很多当年的新闻片嘛 就你还记得当年的时候 美国的一些愤怒的工人阶层 砸日本车 对不对 那那个时候他们也很愤怒 也很仇恨日本制造 但是我觉得当年仇恨日本制造 跟今天仇恨中国制造 有一个本质上的不一样 不一样的地方在哪 就当时他们仇恨日本制造的后果 是他们支持近乎勇 觉得你得反省啊 为什么做的不如日本 那就是你没做好 对不对 是竞争能力不够强嘛 那这个东西回过头来 的确改善了美国的竞争力 美国汽车当然也不见得 后来多少 但起码2000年之后啊 它的销量很多方面还算不错 但是另一方面 现在的情况跟当年截然不一样 现在不是说它的衣服做的不如我们好 做的不如我们便宜 而是它整个产业不见了 它整个产业结构转移掉了 就它整个最基础的制造业 几乎是空掉了在美国 那你你比如说你说做衣服 你说用美国国产 那你去找 美国现在还有多少工厂在做衣服 很有很难很难 你现在你到美国的商店里去看衣服 你要找到美国制造的衣服 极少极少 极少太难了 百分之十也没有 百分之五 它有不到 它有一些厂商它会标榜 说我们这是美国做的 也是有的 但是那个是等于是特别昂贵的 定价特别高的 那所以这里面牵涉一个问题 就美国这几年很热门的一个话题 就是要不要重新发展制造业 那现在也一直欧美很多国家有这个讲法 因为现在中国货也越来越贵了 那么他们也开始 他们自己也在降低了人工水平 所以他们也在想 是不是可以重新发展制造业 但是你看这本来是个再商严商的事 可是你就这个例子 你就可以发现了 这种极端爱国主义 是怎么样可以绑架商业选择的 因为这个拉夫拉伦这个赞助商 我不知道算不算道歉 反正截子也是自觉理亏 就出来就是说 这次是来不及了 时间来不及了 但是我们保证 这个冬奥会的时候 一定穿的是made in American 就是一定穿的是美国制造的 所以你知道我看到这个品牌 和这个政治发生关系 我倒产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联想 因为那天看一个奥运安保的这个纪录片 片头一开始出现的就是 希特勒的那一届奥运会 你知道吗 36年 他就说这是奥运史上 就是希特勒就曾经用奥运 作为宣示他这个奥运神 不是不是 纳粹神威的一个工具 奥运的政治化 而且奥运政治化 也是第一次有传圣火的仪式 对 而且呢 这事有意思了 咱们在香港常去的一个店 就Hugo Boss Hugo Boss 他的创始人 是希特勒最喜欢的裁缝 党卫军 咱们要爱 我就说咱撇开政治不说 小人我 九九九九 我一直觉得 德军的军装 是很牛的 但上来都是 他一直影响到后来中国的服装 是吗 对 看不出来 你可以看看 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 你可以看看 你看 这是 这当年的Hugo Boss 1934年 党卫军的 这个德军的 这个 这个制服 老实讲 是成功的设计 对吧 但是呢 后来就战后啊 这个Hugo Boss 这个官方网站还是什么的 也表示了这个郑重的道歉 就是说对二战期间的这种行为啊 他表示一定 但是问题是二战期间 德国有哪家公司 没干过这些事 西文子啊 西文子啊 你说Volkswagen 那个车 那个车的设计理念 还是希特勒提出来的呢 哎 但是 这就是 对不对 他道歉 他Hugo Boss 当时道歉说的是 他曾经雇用过那种 好像从波兰 呃 抢过来 劫持过来的工人 来为他的这个劳动 但从另一方面来讲 美国也真的这个抗议也提的 莫名其他 美国国家队的很多成员啊 Made in China 美国的轻易色中国人 美国体操运动员李安娜 那是吴嘉妮跟李月九的小孩 对啊 就是我们中国两个体坛名将到美国去 生了小孩 现在在美国就进了国家队了 他没想到运动员 所以他们其实这个逻切 我觉得真是有点 对 美国你是什么国家 他本来就是以这个来立国 对啊 这是他的光荣 就是他一个别的民族的人 宣誓成为美国公民 就代表美国出战 拿了金牌就是代表美国 这是他们宣传的一个 这是美国精神的 问题是 问题是这是 的确是大家说的美国精神 但是美国精神有另一面 尤其这几年呢 我们要了解美国出现一种情绪 就自从他的政治光谱 左右分的越来越厉害之后啊 有这么一帮右翼的 共和党的里面的 而且是共和党的极右翼 他们这几年老拿什么叫美国 什么不叫美国来说事 他们很喜欢讨论 有点像当年麦卡锡主义一样 讨论什么叫非美 America 比如说他们常常说奥巴马 其实不是美国人 他们一天到晚就说 奥巴马私底下是个回教徒 奥巴马不在美国身 所以他根本连当美国总统的 合法的资格都没有 然后一天到晚说 这个不是美国 那个不是美国 也就是说美国的确出现了某种的一种危机感 那么使得有帮最保守的右派 一天到晚在讨论 这个叫美国 这个不叫美国 一天到晚在搞这个东西 那些右派的共和党人 又最喜欢Rof Rowland 你说他Rof Rowland 男装的这个T恤啊 全世界最有名的两个牌子 标志很有意思的 法国最出名的Lacost 是个鳄鱼 那这个鳄鱼鱼翼 它本来是个很丑的动物 代表了这个男人征服野蛮 美国那个Polo啊 是一个人在打马球 马球是多么贵族的运动 骑马都没机会骑 有几个人可以的 可是美国中产年纪就想往 这么一个打马球的生活 那是英国贵族的一个梦 对不对 但是呢 他们现在又把那个马球啊 做得很大 你知道最近的Rof Rowland 这么大的马 他们没有人做得了 当然要made in China 我们东莞的农民在那里 帮他们绣一个英国贵族的梦 没错 我有一个裤衩 就是绣的那个马球太大了 对 但是你知道非常不好 放洗衣机里一洗啊 他那个绣的给我抽抽起来 抽抽的 那货都露出来了 腔腔三言行广告 最后见 日本白皮叔说 极放军越区强硬 钓鱼道对势坠逐 日本强化大舰艇 硬装甲冲撞驱赶中国船只 中国海军首次用高铁快速运兵 台湾说 击放军装甲部队仍然落后 中国空降兵实现集团军 都兵种大批远程空降 击放军护卫舰 南沙搁浅被救 南海紧张敏感之时 中国军舰是故障意外 还是另有战略意图 美帝中央国道特议师 军地管达手中三 丰卫一时中文台 陈峰千年宝藏 谁是真正主人 南方地区 发现这么多群人前面见过 消失的古城池与它有怎样的联系 在我们的干江流域 存在一座非常发达的文明古国 二十世纪重大考古发现之一 新干大幕发掘全纪录 文化大官员 星期五凤凰卫视中安台 但是你知道为什么 说他们再做一套来不及了 他们倒是真想再做一套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就说到 运动员其实不是正常人 他这个体型非常的奇怪 有的人 有的项目的运动员 上半身极粗壮 再比如说他们说 这个基建运动员 他要穿标准的裤子 你看一个大腿撑得背圆 一个大腿像个棍子 你知道他腿粗 一个大腿粗 都把裤子给撑起来 所以就算把伦敦的 罗夫罗伦总店全部放空了 也满足不了他 他不可能 他因为这个运动啊 真是 真是量身定做的 都是量身定做的 所以我刚才看人照片 我觉得中国人 要跟外国人学衣服 学穿衣服 同一个要学的就是合身 他合体你知道吗 为什么我们 看看这是中国队的对付了没有 我没看到 横元祥做的 那个上面是红的 番茄炒蛋 这是一贯的特点 但是裤子是白的 然后呢 红的衣服 上面绣了黄的边 绣了黄的边 这个反正你们自己评价吧 同样是番茄炒蛋 西班牙的就跟中国不一样 你去对比一下 这是最fashion的服装 意大利的 是 George Armani设计的 全黑 就意大利 能让George Armani来设计 他们的这个国家的对付 这真是 而且法国也不错 法国以前也用过Lavin 来来来来 来中国 对对对对对 那Lavin还是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正宗一点的 这个 没有这几年不错 这几年不错 我们 那我们也不烂啊 横元祥多好 对不对 你这真是 我横元祥 我在哪听过这么一个节奏的发音 那就那一年的那个 就是奥运吧 还就是奥运吧 08年奥运那个广告吧 这个衣服啊 咱们是照着龙袍那感觉来的 你知道吧 所以就是龙袭 跟国旗有 对 但这个 但意大利不是 意大利没有照他的 可是我想说回 就是你说到了这种 做给运动员做衣服啊 你讲合不合身呢 这个问题 其实以前中国也不会说不合身 如果你 因为坦白讲 以前没有成衣这个东西 中国也一样 对 所以你所有人做的 穿的衣服 都是给你量身定住 只不过以前中国传统服装 有一个特点 就包括到了清朝的这种旗袍啊 或者长衫 他有个特点 他这个特点就是 他其实比较不用那么讲究 像西式服装的那种合身 对 这也是他的方便 对 他一身下来 宽大 对 你任何人穿 其实不会差太远 飞起太厚的衣服 哥 每个女的身上穿都行 都不会差太远 你知道 我有一些朋友 比如说去伊朗啊 伊拉克那些地方旅行 说都会让你感到很尴尬 为什么 你跟当地人熟 他们其实很有善 很热情 邀你到家里头坐 尤其伊朗 你叫开放的一个国家 他在外头 也许造的严严实 你回家 几个女的一脱 底下几乎就内衣啊 就当着客人 那么就坐在那 他说身材好得不行啊 我倒是想起有个电影啊 叫什么呢 那个Six and City 拍成电影 他们就是到一个这样的国家 才发现这些女的 他们聚在自己屋里 就是穿那些世界的女孩啊